我們的消費群QRCO一掃 就可以看到 這些進口豬肉一定要附上檢驗報告 在我們的QRCO掃出來的食材登錄板上 就可以看得到 而且不含萊克多巴胺 所以張貼這一張 就是要按照我們十安知識條例所規定的 只要不含萊克多巴胺 要檢驗報告 依規定上食材登錄板上 所有都是我們公告的業者 他必須要遵守 元旦一早 新北市長和友宜來到了板橋車站的環球購物中心 市場包含了西市連鎖素食業 二次桌以上的宴席餐廳 大賣場及連鎖超市 連鎖食品烘焙業 上市及上櫃連鎖餐廳業者 等五大業別的萊豬標示情況 侯市長表示 經過公告的業別 應該在期限內 在新北市食材登錄平台以及營業處所 揭露豬肉及其原料原產地 是否含有萊劑 以及上傳檢驗報告或來源證明 並且在營業處所公開張貼標示 唯一規定登錄以及標示 而且限期未改正者 最重可以處十萬元的罰還 如果標示或登錄不實 依法會開罰四萬到四百萬元 規定就是檢驗合格報告 按照規定登錄在食材網站 如果沒有按照 我們會讓它限期改善 如果沒改善 我們會以最高處罰十萬元來罰款 至於有關臺灣資一定要標示原產地 原產地 紀錄期也是要做標示 那這個部分請消費的市民們安心 如果商店敢標示不實 我們可以從中 從四萬塊罰到四百萬 而對於日前行政院表示 地方萊豬條例 抵觸中央的問題 侯友宇表示 現在新北市依照原有的食安自治條例來執行 從九大業者來著手管理 確實依法行政 我們的原有食安自治條例是修改的那個部分 中央有餘力 那我們現在按照原有的食安自治條例 我可以做的這九大業者先做 那這個部分特別給大家做個說明 我們的公務人員一定依法辦事 全力守護 我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但是我一定盡到最大的力量 侯市長說 板橋車站三鐵共購的特性 帶來眾多人潮以及消費者 所以特別視察車站二樓戶外 以及地下美食街 確認餐飲店家標示清楚 並且檢視業者於食材登陸平台 揭露 禁貨來源 以及檢驗報告等資訊 他感謝業者的配合 也提醒民眾 可以透過標示上的QR Code 獲取更詳盡的資訊 記者到市原板橋採訪報導